睡觉的时候只需要加一个东西 帮助恢复腰秃 先别划走 不管您的腰椎间盘突出 是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 都不要再担心了 也别到处雄医问药了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 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不少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呢 跟我说试了很多方法 花了不少钱 最后呢还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钱也花了罪也瘦了 还是要手术 花了很多的钱 用尽各种办法 急于把病治好 是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 患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那么要怎样睡觉 才能辅助改善腰椎间盘突出呢 首先就是床 床垫的选择 一定要选择软硬失中 过软或者过硬 不仅不利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恢复 还可能会使症状加重 比如像腰疼啊腿麻等等 另外我们可以选择在腰底下呢 垫一个小的薄的枕头 降低腰椎间盘的压力 有利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恢复 那侧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两腿之间呢 放一个枕头 也能够帮助缓解 像一些腰椎比较轻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呢 尝试一下 这个方法呢 比吃药还管用 可以在睡觉下颜色 我们可以在睡觉下颜色